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新数据 内容警告全美信用卡总余额已经超过1兆美元 数据创下历史新高 且随着利率居高不下 2023年信用卡的平均利率已经飙升到22%以上 这一现象对于卡债家庭来说 无疑是被负着巨大压力 对此知名畅销书《债务逃生计划》的作者 哈兹格建议即使通胀速度有减缓 但数据仍处于高位 因此有必要采取两项主要步骤 分别是制定预算和追踪支出 才能帮助掌控好个人与家庭消费 此外 哈兹格也建议信用分数较高的家庭 考虑将于额转移到利率较低的信用卡 这样有助于逐步减少利息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